偷田民宅火蛇狂窜 还不时发出爆炸声响 警消货报 立时间先疏散人群 伤者从火场一一救出 有人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立刻实施CPR 民宅烧到焦黑 火势终于扑灭 造成六人送医 其中一人被救出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没有心我不会中 我怎么中 如果我没有心 火警发生在台北市邻区某处巷弄 现场是一栋三层楼铁皮加盖民宅 二楼是出租雅房 而属平大小幽木板隔了六间房间 其中七十岁的黄先生 乘租的套房疑似神明厅 电线走火导致火事延烧 二三楼共八楼租客受困 而住在三楼的增性租客 因呛伤严重来不及逃生命丧火场 因为它的起火点就在出入口 出入口处造成民众的逃生困难 据了解起火的出租雅房 平均每间只有二到三坪 一四岁隔间太多 周到狭小导致逃生困难 而在火警过后 房东坐在地板 似乎没料到会这么严重 警方目前初步排除人为纵火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科进一步调查理清 三楼贵从三楼宣台北上报道